今天幾點?10點多?11點? 11點?整?今天要去台中 要去台中? 裝你的避震終於好了 我蠻期待今天的 因為本來一開始還好 結果等太久了,等到都快忘記他了 要不然有一天跟我說好了 我就好了 好了就趕快來裝了 背後不多說,直接就衝了 那你要走哪 一高吧,還要走三高 三高可能有了 可能有什麼? 三高 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 你看 準備要上架了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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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起來了,浮起來了 浮起來了 等了那麼久 對,終於等到今天了 真的嗎? 不對啊,寫我的名字 是我的吧 開箱 開箱要付錢 要開箱的,來 五言六字的捏 還蠻符合我的 還蠻重的 不錯哦 對啊,有力敲 這是前面的 對 這是前面 這是後面的 對啊 這是利亞槍 對啊 不錯喔 我跟你講 其實很漂亮沒錯啦 裝上去大概一個月就不是這樣的 都是被...都是圖了 這個是... 這個是套這個的啊 套...後面 我跟你講這裡有一個 露風的 漆下去的 露出來 這是調整的在這邊 YES YES 讚 裝了之後不曉得怎樣 我不曉得怎樣 像這個啊 避震器它是前面的避震器嘛 那第一個優點是說 我們的彈簧上下 我們都有用 優力膠秤套 因為你看一般外面啊 可能直接 彈簧接觸上座 或彈簧接觸它的托盤 這樣鐵磨鐵喔 它容易產生利益 鐵跟鐵燒隔著什麼 優力膠的 它夠一個優點 不夠實證 再來彈簧的材質 我們彈簧是喔 熱卷彈簧 因為彈簧它的 加工方法有分兩種 一種是冷卷 一個叫熱卷 它就說它的加工方式不一樣 忍者哪一個比較好 各有缺點 但是熱卷的 它做起來會比較突出 對於它加工的時候 它不會去傷害到彈簧 它裡面它的剛性質 它的結構不會被破壞掉 因為它等於是加熱之後 再把它捲起來 如果你是冷斷的話 是低溫去加工 所以冷的會比較硬 但是硬不硬 要看彈簧的形式 好我幫忙拿好了 那這個是倒叉的嗎 對這是倒叉的 這邊是差很多啊 看這個型貌 看這個出爐都知道 這是倒叉的 正叉的呢 在這邊 這樣有叉嗎 這跟這個 沒有 差很多 這個像你那個 像你老闆的那樣 這樣我講大家都懂 不用再解釋 不用解釋那麼多 然後再來是像這邊 有設計一個電片 電上做的 這個功用喔 就是說 在這個稱號下面這個 對 因為我們便器廠是這樣 上下狀劫的力道 如果我沒有用這塊 電片去撐著的時候 它如果哪一天 不小心衝破這個上座 會傷到你的氣概 你很多東西都要換掉 對 所以這是一個 它會把把木衝起來了 對所以這要保護起來了 在下面的 這個所有的托牌 我們都有設計指腹螺絲 我敲緊之後再加上指腹螺絲一層 收完之後 剛才說完之後 這個中間就轉螺絲下去 對 反正鎖住就不會再退掉了 像這個還有很多疑問 我現在收這個指腹螺絲 乾杯熟的裡面 對 我外面指腹螺絲做銅的 所以它比外面這個外管還要軟 這樣就可以保護說 我表力傷到裡面一樣 我轉的時候一樣可以很順 這個腳管呢 這全部都是手工漢的 這個啊 那你看我看 要去外面找到漢的這麼漂亮的食物 沒有幾個 一個已經改行了 哪一個 我沒辦法 不是我沒辦法 因為它是道德嘛 我們交易的 哇 一般我們都轉這裡 它不是 不是 所以 所以要調 要怎麼調 可以 這樣轉過去就是 底下 在底下 如果想要調就是要 對 對 它還轉出來就轉 轉出來就這樣 對 就是這裡啊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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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大家都知道 哇 它就下來了 你看 有沒有 出好多 哦 小師傅說過 不管怎麼樣 粗 大吉 都很好 都不好啊 對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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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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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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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